很多人都听说过体内湿气,也听说过八卦可以去湿,和红豆义米它可以去湿,但是你知道怎么看出,你体内是否有湿气吗?湿气在中医中被称为湿毒,而湿毒的程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五个级别。 湿气,湿气,体内湿毒等级一,在表皮,症状,长痘,潮湿症,皮肤搔痒,头脸油腻,体内湿毒等级二,在肌肉,症状,酸,困,累,乏,如肩颈肥后,酸困,腰酸,乏力,体内湿毒等级三,在骨骼,即是骨寒湿,俗称风湿,症状,肩周炎,肩痛,颈椎老笋,腰痛。 风湿关节炎,变天关节就痛,体内湿毒等级四,在脏腹子宫,乱肠,脾胃,肺,症状,便逆,腹割炎症,脾胃虚弱,堕痰,体内湿毒等级五,在身上中流血了又长,上了又切,中医认为,湿气是引发极恶化疾病的关键。 因为环境和饮食习惯,生活习惯等因素,每个人体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湿气,湿气不除,睡再揪,也睡不够,而且会引发各种疾病。 大鱼记,现在教大家几个小动作,轻松赶走一身湿气,一拍,就是拍手,体内湿气中的人,在双手的大鱼记靠近手腕的地方,会呈现青色或紫色。 经常拍拍手,尤其是大鱼记触,就能将滞留着体内的湿气给拍出去,最开始拍手时,会觉得浑身不舒服,这个时候一定要坚持住,不要放弃。 二拍,说的是拍肘窝,拍打肘窝能去除心肺上的毒素,连续拍打五至十分钟,就会出现青、红、紫、和不同颜色的毒素反应物。 卫中学,三拍,拍国窝,在国窝,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国窝是哪里,其实就是膝盖后高线的中心点上,上面有一个重要的学位,就是卫中学,走旁光经,旁光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趋势通道,而卫中学就是这个通道上的一个重要排污口。 如果这里不通畅,体内的湿气排不出去,很容易导致关节炎,空歧时候,拍打肘窝5至10分钟,或者到出纱,有预班为止,每十天排一次,把这个排污口调里通畅,体内的湿气就能顺利排出来了。 一招,指的是招夜窝,夜窝的顶点是集权学,它是心经的重要学位,也是夜下淋巴最密集的地方,经常按摩,招走此处,能帮助心脏排毒。 除了刚刚说的三派一招,还有哪些食物可以去除湿气了? 首先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种野菜,叫做麻齿茧。 麻血腺性寒,胃肝酸,入心,肝,皮,大肠精,油腥热解度,缺湿指带功效,适用于湿热下猪,大沙色黄,粘稠微臭,小便断黄,口渴口苦,舌红达黄,麦华蛾,一颗用于湿热解线,利己等。 能驱虫功效,适用于小儿狗虫病,麦齿蟹,还有就是文章中开头说的红豆一米汤,一米是中药,又是普遍,常吃的食物,腥味肝蛋微寒,有沥水消肿,健脾去湿,除筋除臂,清热排浓等功效。 为常用的沥水炫湿药,常吃可以保持人体皮肤光泽细腻,消除粉刺,斑雀,老年斑,热身斑,蝴蝶斑,对脱线,挫疮,剧裂等都有良好疗效,能促进体内血液和水分的新陈代谢,要活血调经止痛,利尿,消水肿的作用。 所以说红豆一米汤也是确实第一把好手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